站住 看看你的脚下 铁板不见了 如果我没有及时叫住你 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遵守和理解警告牌 和脚手架标签的意思 还有要注意同事们的警告 他们是关心你的安全 是 我会谨记的 那个地方补好的吗 没有啊 他们在拆除脚手架 我差点就闯了大祸 你还好吧 我没事 不过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一定要重视警告牌和围栏 注意同事的提醒 以及在高处工作时 一定要系上安全吊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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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需要一个扳手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包装 鱼上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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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你想想 如果刚才你在那边 会有多危险哪 你的运气不错 要不然 你可能会因此受重伤 那么 今天学到了什么 一定要遵守警告标志 禁止进入围栏区 最后一个螺栓割好了 今天的进展还真快 咦 其实我可以开始切割 其他的管子了 反正迟早都得完成的 等等 你想干什么 现在还不是时候切割这些管子 为什么 反正迟早都要切割的 不行 检查员还没确定这些管子 以清洗干净 现在进行切割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继续进行高温加工 而管子里还残留着油渍 切割割割 切割时的高温会使管子热起来 切割时的高温会使管子热起来 一旦发生爆炸 再加上那些罐子着火 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一定要在指定区内 切割已经标记的管子 而且只有当防火看守员在现场监督时 才可以进行高温加工 谢谢您的提醒 我一定多加小心 你去哪儿 我刚学到了一些重要知识 哦 学到了什么 一定要在指定的区内切割 已经标记的管子 确保区内没有易燃物 还有 只有当附近有防火看守员时 才可以进行高温加工 好 午餐时间到了 大家都去吃饭吧 好的 你忘了做些什么吗 暂停做工时 必须中断气管管道 哦 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 尤其是当我们在压载舱内 一定要中断气管道 供应 以免你走开时发生泄漏 记得使用气体表检查压载舱 确保再次开工时 一切都很安全 还要确保空气流通 谢谢你的提醒 我会更加注意的 吃饱了 我们继续工作吧 好 好 先别进入 我马上就好了 诶 你在用气体表检查环境吗 是啊 做好预防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完工后或休息时 一定要中断气管供应 防止泄漏 确保空气流通 开工前 一定要先检查工作环境 如果 这里实在太暗了 我需要多一盏灯 好 你等等 我去拿多一盏灯来 好的 什么 听说你需要灯 我这里有几盏备用 先给你放一盏下来 谢谢 谢谢 慢着 你在做什么 他需要灯 所以我给他一盏 这是防暴灯吗 什么是防暴灯 我抓住了 我抓住了 如果灯泡破了 可能导致这种事的发生 你的好意 可能会让你的朋友丧失生命啊 在压载舱这种密闭空间里 做喷漆等工作时 一燃气体会聚集起来 接触到一点火花 就会发生爆炸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只能够使用安全的防暴灯 而且你在密闭空间里做工时 一定要确保空气流通 这些措施 是为了确保 你和同事们的安全 所以 你一定要记住 并且严格遵守 我明白了 安全最重要 谢谢 今天我学了很多 你学到了什么 在密闭空间里工作时 一定要使用防暴灯 并且确保空气流通 在密码里工作时 这期间有一定的 在密码里工作时 也不想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